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光二极管 我们前面用过的 只不过这是一个红外发光二极管 所以你看不见它发光的颜色 还有一个是红外接收管 在构造上这两个管 中间有一道隔墙 相互之间光是不通的 当工作的时候 红外发射二极管 将持续地发出红外光 接收管在接收到反射光的时候 会在它的输出引脚上 产生一些电瓶的变化 这个模块的结构是这样 它有四只引脚 一个是VCC 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接电源 一个是Ground 我们接地 还有两个是AO和DO 其中DO表示数字输出 Digital Output 数字输出只有两种状态 高电瓶或是低电瓶 AO是模拟输出 它可以根据红外接收管 接收到的红外线的强度 在这只引脚上产生 连续的输出电压 通过一个AD转换器 就可以获得这个红外线的数值量 下面我们将这个模块 接入到我们的电路中 电源和D 数字输出 D O 在另一端 我们仍然使用 红外发光二极管 来表现 这个传感器 接收到信号的情况 GPIO的输出 接入通过一个电阻 接到红外发光二极管 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另外一极 接到D 上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我们仍然使用刚才的程序 这时候发射的红外线 由于没有反射 因此接收端是没有信号的 当前面出现一个遮挡物 将红外线反射回 接收管 接收管接收到了红外线以后 将它的输入状态 返回到发光二极管 我们通过它点亮了 这个发光二极管 刚才我们简单地演示了 一个红外传感器的工作过程 这种红外传感器 在很多地方都有应用 比如电梯门 它可以通过探测 遮挡状态 来确定电梯门的闭合 寻技小车 它可以通过检测 地面反射光的强度 来决定 是否沿着当前线路行驶 还是改变它的行径方向 或者通过检测前方是否有遮挡物 来回避障碍物 下面我们介绍超声波测距模块 这是一个简单的超声波测距的模块 上面有超声波发射和接收两个器件 我们看一下它的引脚 这两个是用于供电的VCC和D 中间两个呢 一个是Trigger触发信号 这个模块使用时 要求在Trigger这支引脚 输出一个脉冲宽度 不短于10微秒的高电瓶 该模块在这个触发信号的作用下 自动输出八个周期的超声波 同时在Echo 也就是回波接收的这支引脚 输出高电瓶 发射的超声波脉冲 被前方的障碍物反射回来以后 模块的接收部分 接收到这个超声波 并在回波输出引脚 Echo 输出低电瓶 从高电瓶开始 到低电瓶结束 就是这支超声波 在这段距离的来回时间 我们已知空气中的声速 是每秒340米 根据这些信息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模块到障碍物之间的距离 这是我们的连线 D 电源5V 绿色的是GPIO作为输出功能 用于控制Trigger 产生10微秒的脉冲 红色的是GPIO18 作为输入功能 读取Echo的电瓶 在程序中我们去判断 Echo从低到高的时间 和从高到低的时间 这两个时间差 就是声波一个来回的时间间隔 下面编写一个用于超声波测距的小程序 导入GPIO模块 导入时间模块 使用GPIO3作为脉冲触发 用GPIO18作为回波接收 设置GPIO引脚编号方式为BCM方式 设置脉冲触发引脚为输出方式 出示状态为低电瓶 设置回波接收引脚为输入方式 上拉电阻 把测距写成一个子程序 Trigger输出高电瓶 按芯片设计的要求 等待10微秒 将Trigger输出低电瓶 由此产生10微秒的方波脉冲 芯片会根据脉冲的作用输出超声波 等待回波接收引脚 变成高电瓶 记下变成高电瓶的时间为T1 再等待回波接收引脚 变成低电瓶 记下变成低电瓶的时间为T2 时间差乘以升速 就是一个往返的距离 单程要除以2 升速取每秒34000厘米 主程序反复的调用子程序 每两秒钟测量一次距离 下面我们看一下测试的结果 此时我们测到的是7厘米左右 这里测到的是13厘米左右 20厘米 下面我们介绍在树莓派上使用的红外遥控功能 红外遥控设计到发射和接收两部分 这是一个红外遥控器 这是一个红外接收二极管 不同厂家设计的不同的红外遥控协议 我们这里使用的这个红外遥控协议 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当按下某一个按键时 它会输出一个9毫秒的低电瓶 和一个4.5毫秒的高电瓶 作为起始脉冲 接收方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 就认为信号开始了 下面准备接收 由红外发射器发出来的对应的按键的编码 按键的编码是由一系列的二进制构成 每一个二进制由这样的脉冲波表示 一个0.56毫秒的低电瓶 加上0.56毫秒的高电瓶 作为二进制的零的编码 0.56毫秒的低电瓶 加上1.69毫秒的高电瓶 作为一的编码 一系列的01编码 就构成了这一个按键的二进制编码 每一个二进制编码 有32位的二进制表示 所以你会在接收端 接收到连续的0.1.0.1这样的序列 一共32位 通过把这32位的01捕获 并分解下来 就可以获得当前这个按键的编码 简单的原理就是这样 当然实现起来可能需要有比较多的代码来实现 此外在树莓派上 还有通过系统驱动实现的编码实现方式 那么这两种方式 我们都会在下面的课程中给大家介绍 下面编写红外遥控的接收程序 同往常一样 导入GPIO模块 因为还要用到时间函数 再导入Time模块 红外接收二极管输出端 接在GPIO17引脚 我们将其单独定义为变量R2 设置引脚变号方式 将GPIO17设置为输入 为了方便起见 将接收功能定义为一个函数 首先判断输入是否为低电频 如果不是低电频 说明没检测到遥控发射信号 自程序返回 如果不是低电频 否则准备测试低电频的时间 这是一个不太精确的测量低电频时间的方法 设定一个循环技术器 等待低电频结束 等技术值小于某个经验值时 认为时间不足 此程序返回 否则等待4.5miss 跳过骑士码的高电频时间 接下来准备接收32位按键编码 等待0.56miss的低电频 接下来准备接收32位按键编码 请继续按锋编码 接下来准备接收32位按键编码 接下来准备接收32位按键编码 接收32位按键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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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接下来的高电频时间 作詞曲 李宗盛 时间小于某个预值作为0码 否则作为0码 将它添加到dot高位 完成32位接收后 将这32位拆成4个字节 这3位拆成4位 下面是校验过程 校验的方法是前两个字节之和等于FF 后两个字节之和是FF 表示此次接收正确 第二个字节就是按键编码 否则认为是一个重复的按键 此程序到此结束 主程序反复读取红外接收管 当得到的返回值不为空时 当得到的返回值不为空时 打印按键编码 简单回顾一下 GPIO17作为红外接收引脚 按BCM方式的引脚编码 GPIO17设置为输入方式 如果该引脚为高电瓶 表示没有发射信号 否则检测低电瓶时间 小于某个预值则认为是干扰信号 否则跳过4.5M的高电瓶时间 接着读取32位按键编码 编码保存在变量data中 读到1码时 将data最高位置1 每读1位 data又移1位 直至32位转换完毕 最后进行校验 将32位拆成4个字节 前两个字节之和和后两个字节之和都等于FF 表示此按键码正确 返回第二个字节 否则认为这是一个重复按键 主程序在循环中反复调用此程序 并打印按键编码 下面是测试 0号键 1号键 2号键 减号键 加号键 以上就是GPIO实现红外遥控解码程序 下面介绍直接利用红外驱动的遥控接收方法 由于红外遥控协议已由驱动程序完成 程序结构更简单 更可靠 首先 加载GPIO转红外遥控接收器的驱动 成功加载驱动后 在列表中可以看到这个模块 这个遥控器使用NEC协议 我们将NEC协议 选入PotentCalls文件 负责红外接收器的是这个设备文件 读取这个文件的内容 按下红外遥控器的一个按键 读到这样一些数据 再按一下 注意这个位置上的数据 它就是按键的编码 因此 读取这个文件 这个位置上的数据 就可以获得按键编码 下面是程序 打开文件 打开文件 每次读48个字节 每次读48个字节 从中 从中截取40到47位置的内容 复制给编码 复制给编量Key 打印该编量 这就是全部程序 保存退出编辑 按键标准备 按键 按键0 显示 1600000 按键1 按键1 显示 0 C 0000000 按键2 显示 180000 下面我们看一种 PWM的具体应用情况 这是一款 由树莓派控制的 机动小车 小车的运动部分 由下面这两个车轮来决定 其他还有一些传感器的部分 每一个车轮 由三个GPL引脚控制 其中两个GPL引脚 控制电机的电极 这两个电极决定了 车轮的转动方向 还有一支引脚 控制电机的开关 当开关接通 所占的时间越长 则为车轮提供的动力就越多 那么车轮转动就越快 反之 车轮转动就越慢 这种功能 我们通过 PWM的占空比来实现 下面我们看一下 程序的操作过程 我们可以通过 一个简单的Python演示样例 请大家观察一下 控制的一些过程 跟往常一样 导入GPL模块 设置GPL引脚的编号模式 控制这个车轮的三个GPL引脚 是12 13和6 其中12和13 是电机的两个方向 6脚是电机的开关 然后设置三支引脚的输出模式 我们将 12和13这两支脚 设置某一种电机方向 12角设为高电频 13角设为低电频 控制车轮转速的是第六角 我们把它设为PWM的方式 频率设为1000 当启动PWM 采用10%的占空比 车轮就转起来了 改变占空比 就可以改变车轮的转动速度 小车的两个车轮控制的方法 完全一样 只是GPL的引脚不同 当我们把这两个车轮 同时驱动以后 小车就可以在地下跑起来了 可以改变方的内容 大概一个车轮转的车轮转包 转起来 或者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